各位同心 各位台灣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有這個機會和大家來介紹 我們台灣的一些海洋的環境 大家一定覺得今天天氣和天氣變化很大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天氣變化這麼快 和一些美國一些大的國家 你會發現說在那裡大 人在聽說 一年數幾都很分明 在那裡的溫度 今天幾月幾日 今天天氣的變化都很固定 為什麼台灣人說春天的天氣怎麼後悶 你完全不知道它今天會變化 為什麼台灣的天氣會這樣 大家不去思考說台灣的天氣 氣象報告都不準 也沒辦法準 為什麼會變這樣 這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海島的國家 我們士兵都是海 海油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體質的東西 它影響我們台灣很多很多鳳民 我們台灣CP都是海 所以必須要對我們的環境和認識 我們有好的未來 在台灣的建設和發展中間 可以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和投資 我們台灣CP都是海 但是CP都是海 我們對台灣的了解多少 我們在國民黨的交友之下 我們對海的了解非常借 為什麼 因為這個政權在台灣 它就沒想到在台灣好好的經營 它只能想到它那裡 四季會很大很大的大陸這個土地 所以對台灣 它怕說台灣人 因為他靠近海的了解海 會去逃跑去 因為它的恐怖的土地 人人民不需要住在這裡 沒辦法為你的海關 來離開這個國家 只好為海邊逃跑去 所以它就用很多種的方式 讓我們的視線 包括我這台 都跟你說 海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會給你盜視 你去海邊逃跑 會被海影射掉 會被海水給你陰視 要這樣回去交友以後 我們對海油的感覺就是 那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但是對一個海油的國家來說 這個交友是非常恐怖 海油對我們台灣來說 是一個很恐怖的自圓 提供的地方 我們不去了解 我們一直要發展高科技 結果發展高科技的結果 我們台灣整個選項 其實它的基礎是沒有我們國的 因為我們沒有自圓 沒有發展這些高科技的自圓 電圖我們有的自圓 我們不去發展 電圖頭做 所以今天台灣的 目前讓你所看到的 是一個沒有基礎的 經濟的國家 隨時隨時 人們要向你挑戰你的方法 所以我們台灣 要怎樣未來 有辦法影響的發展 有辦法持續 讓我們教訓在這裏 大了 感覺像一個人在大個國家 還有這一步 我們有辦法把台灣 變作是世界一流的國家 我在你感覺 我們台灣未來 就算到我們執政 我們執政之後 我們就高興了 我們就覺得滿足了 我們如果沒辦法有一個 較遠的目標 我們台灣就算去執政 執政之後 我常常說一個例 菲律賓 菲律賓當初去美國簽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建立一個自己 菲律賓的國家 美國說好 都讓你自己來 他也沒要管理 結果呢 剛開始的時候 美軍撤退 那段時間 菲律賓是很好的國家 比我們台灣更好 現在呢 現在你開始看到 菲律賓的人 要去外國 去做樓工 做非勞 走來臺灣 走去美國 去做兩個樓工 他們那個 好爺的過期走去台 今天菲律賓會變好爺 為好爺變到今天 經濟這種情況 有一個外來的政策壓折 有人跟它破壞 沒有呢 那是自己菲律賓的人 做到來的 所以臺灣人 不要太想要說 拿到政策 因為我們未來這條路 很近很近 一年兩年 我們就有法 自己去看我們的頭 我們就要看 我們台灣未來要走的路 大家如果沒有一個 家庭 要像菲律賓這樣 你給你政策 比沒有給你政策更恐怖 自己覺得臺灣人 自己做主要 就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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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我坦白跟你說 這樣臺灣未來 會變成第二的菲律賓 大家有想要變成菲律賓嗎 沒有 沒有嘛 所以我們開始 未來這條法律的路 會讓我們拿到 我們臺灣 要自己管理自己的管理 所以當時 我們也要開始俗課 我們拿到管理後 要把臺灣建設 建造一個 醫療的國家 我們的標準是一個 我們的標準不是說 要和亞洲這些國家比而已 我們的標準是世界 醫療的標準 這個標準 只要我們要怎麼俗課 有辦法達到這個標準 我們就要了解我們的環境 了解我們的 有多少的材料 可以來達成 世界醫療的國家的這個程度 所以我要 海牛這個角度來 跟大家介紹 分享我市的概念 我們對海牛 我感覺我們有市的概念 要來 弄得清楚 要為這個市的概念 來達成 我們比較有辦法 為 在我們 所有英國的資源 來發展我們的國家 第一個 概念 對海牛概念 就是我們要把 海牛 我們的管理 要用得清楚 和我們今天 要對球的目標 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說 臺灣人有臺灣的資源嗎 結果我們研究後發現 臺灣人 根本沒有臺灣的資源 所以就不能在那搖擺 我們今天要走法理的路 你就在法理的下 要跟我們說道理 我之前 前幾天 含一個 我的董事 他做過關學校 大學裡面 學長以下有三個 最多的三長 他三長做過兩個長 他也是高雄 學運很好 他也是 親愛臺灣的一個老學你送 他說他是生日的 我跟他說論書 說未來中來 我們臺灣的走的 進度 跟目標 還有變成 什麼樣的 形式的政府的時候 他忽然跟他們 感覺他沒了 為什麼他沒了 他不要說到 這些情形 他跟麻煙庫 跟國民黨的政權 承認到 但是 夫人跟他說 要改變政權 他想到說 我他要怎麼辦 他現在 社會地位 還有他所有英雄的這些 財產 他後來 使勢的出路 他都安排好了 這個政權改變之後 他夫人跟他說 他不是要頂頭來 他所建立一些 這些關係 這些關係就是 要全部改造 他夫人跟我說 他沒了 沒了就是沒了 我說你沒辦法沒了 這個是 沒辦法回頭的一條路 我們走火路 今天跟美國說 未來 我們為美國的軍政府 把政權交接下去 我們跟日本天皇丹波 跟他參加 說後來 我們未來 台灣政府要生生 什麼樣的政府 他說他沒了 他這樣感覺 還在中國民國體制之下 後來這樣 我們就沒辦法說 雖然我們是好朋友 但是說到沒了 他也覺得很難 我說 不管你愛 還是沒有的 不管你愛 不管你愛 或不愛 這是無法讓你回頭 和你選擇的路 這是一個政府未來要行 因為 為法律上 來建立一個新的政權 就是要這樣走 無法讓你開心 說你要照你開心 那樣子 台灣人 長久以來 給國民黨的教育 教育後 就是說 常常用自己的立場 用本位主委 他說 我要這樣 我不會這樣 都沒想到別人 看你 你是有道理 還是沒道理 所以我們今天 說到我們台灣 要在國際上 跟人騎去 我們是一個海土的國家 四批海 能接受的 不是土地 都是海 所以今天 要跟別的國家說 這個我們的海 用管理到什麼什麼的程度 我們要跟國際來參加 我們要跟照國際的規範 規範 規範 和經驗 來處理 國際的海管問題 海 和陸地 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在我們陸地上 譬如說 Canada 和美國 兩個有交界 要說 哪一邊是我的 哪一邊是你的 很簡單 尤其一個定位 起立一個定位 這邊就是我 美國 過 那條線過 就是在Canada 但海無法就這樣 海是當的 海在你當中 海有漲潮和退潮 在漲潮的時候 你講的解釋就沒了 退潮 很多所在譜出來 這裡是要算你的 算我的 所以因為海 和陸地上 會分解釋 的概念不一樣 所以開始 我們必須要 要保養 更多 有這種海的觀念 這些 專門的人材 來處理我們未來 海狂的問題 海狂不是用 用法的 也不是說我 沒力比你更強 就有辦法 就決定了 大家海都有漲潮 這漲潮 這漲潮 要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這還要去研究 當中的 一個過程當中的科學 所以我們必須要 對我們海狂的概念 要跳過我們 本來對陸上 那種 國際的 分割的概念 要進入 這是一個動態 平衡的 一種 海狂的概念 第二 就是 生態 保育 生態 是什麼重要 我聽說 我們人 有夠敏感 去敏感 我們的環境 有在變化嗎 我們覺得環境有在變化 什麼時候 你會覺得環境有在變化 有 草的空氣 水 你看魚死去 看魚 冰度 看水 變黑 變草 你說環境有在改變 但是環境改變到這個程度 其實在這之前很多生物已經感覺不大了 生態保育 它的最大的目的 不是為了說 什麼魚 什麼椒 很貼的 我們把它變成國寶 保育 不要讓它 沒有它 沒有它 我們覺得很可笑 這個椒 這個魚 我們覺得後面看不到它 那麼漂亮 沒有它 沒有菜 怕算 生態保育的概念 不是這樣 不是看水而已 生態的威風 是因為 很多生物 比我們人比較敏感 比我們人比較敏感 所以 我們的環境改變 一點點 有的生物就動不住 就敲開了 那你那時候 如果我找到 有改變 這個 很關頭很關頭的改變 你讓 很簡單 有辦法處理 讓已經變成 整條蟹子都垃圾了 死了死了 你不要叫這條蟹子 你所導入的努力 會比 你 進行 導入很多 所以生態保育 不是為了 要看水 不是為了 要玩 說 風景保留起來很漂亮 是為了我們 驚驚順順 又要在台灣 繼續帶下去 你想要帶 公園的 未來的台灣 還是要帶 工業區 未來的台灣 你想要帶 未來的台灣 是一個公園 後面你的驚驚順順 大地 是那公園的環境 不是工業區 四處都是煙囪 都是水泥建築 四處都沒有生物 你要大地公園 未來的台灣 你對生態保育 你就要開始注重 和關心 我們說 生態保育 是要 以前 人家說 上公醫衛病 不打病之前 你就知道 你如果繼續這樣吃 繼續這樣生活 你會打病 你現在來解割 很簡單 就有辦法解割 生態也是一樣 你在 當時開始 有一點變化 你就發現說 不行 這一定有出事 環境裡面 一定有出問題 才有這個生物沒有去 你來解割 就很好解割 你當時說 魚子真的死 整生態改變了 你要來解割 很難解割 我比較疼 去拿出一些例 來說 目前 因為全世界 都面對這種問題 我們對生態保育 是最近到開始 有這種考慮 但是我們有這種考慮 他會看到很多事情 要再回頭 很難回頭 生態保育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要我們驚驚順順 有辦法在台灣 繼續 生一個人 或生一個高校長的人 可以換下去 一個重要的概念 第三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對未來的發展 有影響發展的概念 簡單說 譬如說 酒油 我們台灣有酒油 我們給他抽 抽來賣 換現金 隨隨便會變成好獄人 酒油抽完之後 會不會乾 酒油對全地球來說 它的素量是定屬 固定的 你用一粒 你就減一粒 你把台灣這些酒油 拿抽到 換現金 我們會變成好獄人 但是請問各位 你會感到 沙烏地阿拉伯的人 是不是好獄人 大家就贊成 但是你問你說 沙烏地阿拉伯 那不是世界一流的國家 你就不敢死 你自己去尊重沙烏地阿拉伯的人 有人說他很有水準 你心看的就是有很多問號 是怎樣 有錢不代表你會給尊重 像現在中國 聽說賺很多錢 去世界各國 他就像我們 之前的台灣人 去尊重沙烏地阿拉伯 就說包起來 裝飽包起來 裝備 但是人不理這些東西 心肝裡面 是覺得尊重 這是一個有水準的人 買露蕾 有品味 還是說這是產業 這只有錢而已 我們賺到的錢 肯定出錢 你不要留在我的國家 永俗發展 就是未來 我們台灣要輸入的事情 我們是要做一個有水準的好者 還是要做一個沒有水準的好者 我們要做一個有水準的好者 我們要做一個有水準的好者 我們就要對我們的主員的利用 要有這種概念 你如果用完沒去的 我們就真的要很慎重來做這個開發 在澳洲 我只要拿一個澳洲 澳洲 他也兩千幾萬人 台灣也是兩千幾萬人 但是澳洲每一個人 會賺的錢 會生產的價格 是六萬幾個美金 台灣在兩千幾萬年 會收入 是兩千兩萬出頭美金 就是澳洲每一個人 會三分之一 變一變是人 我們現在有辦法賺那麼多錢 我們是要賺那麼多錢 我們賺那麼多錢 我們賺他的三分之一 但是你還想澳洲人 他賺的錢 他六萬幾個美金是怎麼賺的 是歐洲油嗎 還是說做什麼開發 把這些的手套剷掉 剷掉了 他們所賺的錢 國際上加用一個定義 他們說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什麼叫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就是說 你有想要燙水嗎 你想要和大師班 起大師班和大師班收金嗎 你如果要來澳洲 你一個人去澳洲 他帶你去大寶礁 帶你去燙水 你想說 要做這種的路由 到當天來回 絕對沒辦法 你去一個地方 你說這個地方 有辦法給你觀光 給你一個Tool Bus 那個Bus 整個山區 說哪裡有古蹟 哪裡哪裡去洗一天 你用五行房來說 但是你如果要去燙水 燙水就要照準 你趕快炸 這就是永續發展的概念 réalis 台灣對海轎政府的概念 我们就说好 这不错吃 你吃一吃就减一吃 澳洲人对海洋商务的概念不是这样 所以人们有很多永续发展 他这些集办在那里 会说哈林休息很久 在那里一直替澳洲人赞钱 未来我们台湾 输口没输必须要用这种生活 来开发我们的主管 这种主管要用一项 用一粒减一粒的 我们就要很深重来考虑 后来要怎么利用这种主管 万不得已不能用这种主管 第四项就是因为 我们是海洋国家 我们的主管有限 我们的国力有限 我们要做一些开发 要做一些研究 要做一些未来教育的发展 我们都需要和国序合作 包括我们所有海洋的问题 我们要需要和国序 来共同来处理 我们不能像中华民国 古早时代 感觉他中国 泱泱大国 泱坑一粒 所以 他感觉他是一个大国 不知道已经 变成为人根本没有成为 成为一个国家 还在泱泱大国 要温室 咱们的事情都觉得 我们说的算是 因为这种交友 交友到今天台湾人 外港在台南 中华 有人在英港的时候 问一个问题 他说 哪里有那么多 蜡蜡要41万分 今天是美国对不起来的 美国应徒要给我们赞 他就来嘛 那里面 蜡蜡要求我们 要求党 要求你 他感觉 你做41万分 这个目标 他在存疑 我跟他解释 我说 你今天在社会上 人欠你钱 你没有要他赌 他就自动行李 不可能 你赌还不知道 赌有赌也没有 他只赌给他 他不行 你赌给他 你今天人欠你钱 你叫人主动行李 没有 但是他没有接受 到我跟他说 不然这样 我们来 新婚交往 你要去做美国人 我请问你 今天来美国人 你今天来处理台湾的问题 你会怎么处理 我就想很久 想很久 想的 我可能也会同样 用美国人去做处理方式 我们台湾人很欠缺 就是站在百人的任务 来看自己 台湾人的地方 就是去到中华民国 告诉你 你是泱泱大国 你不用任何参加 你是天朝 他就叛他 你如果我这样想 在社会上 你不用说 很难处理台湾 你去国际上 你要和人担担 处理台湾 人们今天不在乎 人们都会 动作笑的 所以 要在国际上 要和人合作 这是我们要 下一个 很重要的过程 我们必须要和人合作 我们必须要和人合作 为了这六个概念 我们要完成 还有这六个工作 这是我们进行 汉油 不买 一些白皮书 的时候 我就提出这些意见 这六个目标 就是 要来 类似 未来 我们四个概念 有法度来完成 第二个当然 我们要有一些 法理的研究 针对汉油 因为汉油和我们 国中的法律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因为汉油有汉油的特性 我们汉油的安全 我们要保护 围党 我们的海困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 材料去保护我们的安全 这个安全 不一定说要和人修正 这个安全 包括说 我们在海上 作业 我们一些 一些蜥蜜 还有一些在海上 作业的人 他发生 问题 我们有法保护他安全 第三点就是 汉油资源和保护 这个更重要的说很多 所以 我就简单说 我们应用选概念 来保护我们的资源 和发展 我们的 環境 保护我们的環境 第四个就是 汉油的生涯 汉油 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市场 我们会用在里面 贪很多钱 未来要怎么贪 要怎么贪 要怎么贪 有钱 第五点 是汉油的 教育和文化 这个我们很欠缺 因为 我们的孩子 包括我 从小时候 告诉我 海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去海边去逛 找宿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 去年 在淡水 海边 有孩子 哪有四五个 叫海水 逛去 台北 管政府 就开始 定为你 说 危险 下海危险 其实 你去海 受水感 一定会去渡市 因为你 没了解海 你不知道海 水流是怎么流的 你不知道 不可以叫水流流去 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水流流去 要怎么叫自己 所有海 都国家的孩子 你怎么 一支咖啡 都在海底里去逛 他怎么会被海水流去 因为你没了解 没认识 所以你觉得 海都不要去商量 你知道 全世界 有很多国家 有出现哲学家 涉学家 涉学家 涉学家的三星 它必须要有环境 你一个环境很压壁 很无法让人 自由去思考的地方 你就无法参省涉学家 海洋 是很多参省涉学家的地方 海民为 老人鱼海 老人鱼海 就是他对海 让他一些可视 感觉人 人生 感觉人的距离 怎么不一样 但是对 台湾人来说 我们对海 是很害怕 叫你去坐着 你说 不少人落在海底 叫你去海边 叫你去海边 那些孩子 都不要怕太沉 海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所以未来 我们来教育 教育我们的孩子 要 教育海 要了解海 要觉得海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不是 去看 你要去接受它 接受它 接受它了 开始 对海的感觉不一样 我们可以发展 我们对海 有的了解 治理要的文化 这个文化的发展 未来 在这个海 有可能 教育我们的教育 有可能 会在这里 出现诺贝尔文学奖 海和双 都让人觉得很渺小 在很渺小的时候 你才会谦卑去面对你的生命 面对你一个人 面对你一个人 要怎么搬下去 才有隔壁 所以 台湾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有很高的山 我们有很漂亮的海 有很多种不同的海 让你对我们的海 有不一样的 設立的地方 来了解海 之前 必须要有一些教育 所以 这是对我们的未来 恐恐恐恐 有看到 去跟他们说 我是来住台湾 台湾什么地方 是一个海道 你都说出 含一些大地 大地 大地 土地面上的人 完全不一样的 对生命的概念 第四点 就是我们科学 因为四边都是海 我们今天说天气 扶人间变黑暗天 我们天气的变化 给海影响很大很大 未来 我们说 台湾哪有那么多风台 风台是什么三星的 和海有关系 因为海 到台湾这个问题三星 所以 我们科学的研究 对海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但是 研究 要花很多钱 我们台湾 很多的地步 是世界上的地步 我们无法用自己的 教授的这些人力 科学家 和我们的资金 来做研究 所以很多 要和世界来合作 我们必须要 取出台湾 在世界上 有法做研究 有法觉得 有幸福的研究 但是我研究出来 对人类有 重大 童献的这种地步 台湾 有很多地方 我会给你介绍 我的研究 的领域 里面 就有这种全世界 大家感觉重要的研究 地步 我们说 回头 来看 台湾的环境 台湾 我们在山上 经常看到这种土石流 在海边 经常看到河口的所在 出来的石 含海水石 变两石 我用前 设台湾 设计人的海洋大学 海洋大学 在金山 一个铜矿 一个在 黑洞的一个矿区 流出来的水 变成 偷石的 所以那种 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叫做阴阳海 大家感觉 那一个景点 不知道是什么 无量的结果 我们这种感觉 噢 这不行 我们这个山崩下 会造成很多 人命和财产的损失 这个海 用垃圾 我们也造成很多损失 这条就是高用的二人溪 在日本时代 二人溪 有很多石 石林下的石 来说那多漂亮 那现在呢 现在这条银 已经变比 已经好 我设台湾 这条银是 蒸鱼石的 完全没有生命的 很好 是什么 因为这两边 很多电锁工厂 这做电锁 水就直接摆在这 你说 噢 我那边看到鱼子死了 我看到水变石了 那电锁工厂 人不能摆水 现在 电锁工厂了 水也就是很熟 它的第二个 地银 那整条银 的银 都被烏烈了 你又变得回来 那已经很困难了 那台湾 已经没法导致 映尊塔米雷的原因 当然 我们人 啊 做的 我们人做的 也一部分 天然 所有三星的 也一部分 但这天然 三星 坦白说 很多是我们人做的 我们台湾四批都是海 我们来看 我们四批都是海的 环境 有什么样的环境 啊 我们未来 啊 要怎么来处理 我们之前 我们目前 变成什么程度 我们在海边 有看到的 这种 说湿地生态 就是 藏潮群 水匀起来 退潮的 还有淡淡的地方 这是在七谷 像这种的 四湖 都是这种的生态 啊 这些蜂子很多 啊 也有河口 河口是什么地方 河口是水 因为由山上流流流流流流的海 海水一般来说 都没营养 因为海水很大的 你营养下去就稀释掉了 啊所以 海 海 海里面什么地方最营养 就是海口的地方 河流到海接受的地方 因为河口的 由山上 带很多 沿路 带很多营养 来到河口 啊所以河口 一般都是我们 吃蚵子 吃蚵子的地方 河口 河口 也是我们台湾 很重要的 沿海 用水的地方 因为那些 游泳园 游泳园 游泳园就是很多藻类 会在那里 有基础生产力 会在那里 有食物 这些生物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也有 在北部 当部 很多这种 岩礁的生态系统 这岩礁的生态系统 是一个天然的海盘 我们不用在那里 淡肉杖杆 这个海盘 不会流去 沿地 或是湿地 不是沿越越高 不然就是 越来越浅 它本来 海盘 越来越 越高 海埔新生地 不然就因为 海水在沖流 土地 会流去 所以 很多地方 我们的淡肉杖杆 在那里 不要流去 但是这种 酒头的海盘 是天然 你不用等着 肉杖杆 这些素材都很稳定的 在我们冬海盘 有这种 大洋生态系 在冬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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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深很深 就是太平油了 所以太平油 在那里 不是说有一个 黑潮 很重要的 一个水流 为我们 赤道 流去面上 它带来 温暖的海水 而且呢 它水很深 所以 很多大洋的生物 在那里 会在那里 所以在美国 如果你要去看 桑金 坐春 要坐很久 在那里 我一次 在波顿 新英格兰水族館 去参加 他们去桑金团 坐到 坐到 四处 看到 整只鲸鱼 在那里 在我们冬海 坐春 在冬海 就有看到 金 看到海豚 这是在台湾 很特殊的地方 很少 一个国家 在四边都是海 有看到 看到大洋性的生物 这是 台湾没有的 有一种生态系统 叫做温泉生态系统 这种温泉生态系统 在全世界 都看到最亲 四五千公里 那些 那些都没有日照 没有日照 没有日照 有生物 对生物科 刚才来说是很奇怪 因为我们说 地球上的生物 的 顽头 就是太温 太温 让那些 滴物 光合作用 它够好 就提供食物 让这些生物 这些都照不到日照 这四五个 就照一下 哪有生物 在这有法度外呢 因为这有 温泉 所以温泉 因为隔壁 那些全部资料 这个温泉水是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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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 DEX 这些石属 硫磺 硫磺 天下的文权,在這裡你看這些白白的地方都是從文权的出口 就像這樣,就像演黨在日本 他在那補出來,他這裡最輕差不多20公斤而已 這個我朋友,鄭明修教授,他在那裏做研究 做的研究到最後發表在世界一流的期間 我們台灣做生物的研究,他是第一類發表在一流的期間 全世界都知道台灣怎麼有這麼差別的事情發生 這麼多的生物在那裏發生,但是你做研究很難 硫磺出來,硫磺出來,塗到水會變什麼 變硫瘡,硫磺出來,變硫瘡,所以你看他在旁邊 他告訴我,那在旁邊很難苦,那過面好像在那裏 這出來的,這個溫度差不多100多度 所以在那裏油又酸,油又熱,為了做這些研究 回去都給我們摸眉 因為回去都酸草味 但這裡有什麼奇怪的東西,跟我們研究 有這隻,這隻是我一個做螃蟹的專家 它是大學和我感慨的,它這就是哈英雄大學的教授 它這,它給我賠名的啦 它給我賠名,什麼名字沒關係,我講起來你也不知道 但是他給我交代說,你如果給我放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要跟大家交代,因為網路上說這張,這隻螃蟹 叫做豬尾屍的螃蟹啦,是怎樣 因為在溫度很高啊,他說你要跟大家說 這隻豬尾屍齁,這沾白的錢也一樣豬尾屍 但是沾白的錢也不一樣,所以在這裡 他的腳,你在菜市場買錢,他的腳一定都拿卡到的 這樣對不對,讓卡到的,所有錢都拿卡到的 他拿卡到的目的,就是要收拔 他想要把別人加回頭 但是這張現在在這裡,沒有要收拔 他的腳變成什麼,單純老虎錢騙子那種形 扁 他的腳,他夾的地方,像你 隔天要吃飯,那個隔天一樣,是扁 不要感覺,扁的是怎樣 因為在這裡,好賺錢,大家不用收拔 怎麼好賺錢,這就是研究出來 全世界第一類,有這種特殊的生物的現象 我們說這裡,溫爪噴出來 熱湯噴,還有生牛牛 民党,因為這水很淺的,這20公斤 我們剛才說有黑槽,黑槽就為 赤道,把這些生物的營養 為北平送 所以,這條送來,很多浮游生物 大家要去買不拉魚嗎? 試驗不拉魚,什麼色的? 沒有拉,白白就煮熟了 透明的啦 透明的是青的啦 你如果去買白白的那個煮熟,一間煮熟 要給你吃的 好,這些,在水面上都看不到 但是呢,這個演講說有一個噴,就漏洗 那時候我,證教授,他跟我說 有時候噴起來,漏洗,白白洗下來 把他白白洗下來,收起來之後 去腺圍症會比較看 都是洗這些魚,洗這些蝦 所以,一隻的芝麻,人家吃四個喔 因為不是吃四個喔,因為吃三四個喔 都吃四個 時間到噴出來,煮飯,開飯喔 所以不用燒雞啊,這些東西很多人吃啊 所以他要這樣啦 有辦法把這些烙烙的這麽拉魚 煮好的麽拉魚去吃 所以他不能用咖哩,咖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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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全部的發展很期待 因為一隻,都要去咖哩的東西來吃 不是那些咖,不是那些咖哩 要咖哩來吃,那些東西都很小嘛 那些腐蝦都很小 所以他要像我們中道吃飯和咖哩一樣 那些咖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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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不用燒飯 東西很多人吃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生物發展 在這裏有發動生存 在這裏生存 有什麽里頭 吃現成的啦 還有煮食的啦 雖然說這裏有更爽 有更燙,但它比較燙 這裏就不太燙了啦,最燙在這裏 這裏就差不多三四十度正常的運動 所以是怎麽,生物的發展 有這麼奇怪 煙火的結果 在這裏人外走 要鋪在這裏,因為這裏有盤子 有盤子大,又盤子好 所以他把這裏研究 這裏很奇怪 這裏全世界不再看到 這裏很奇怪的生物 現象在臺灣發生 所以我們臺灣還有很多報 還沒拿出來 這裏就是 珊瑚礁生態系統 全世界有兩個地方 珊瑚礁的種類 裡面珊瑚礁的種類 最多的是大寶礁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會去大寶礁 去看大寶礁 看這裏很奇怪的珊瑚 而且在珊瑚那裏的魚 很多種很漂亮 你如果去水族館參觀 水族館裡面 有很多種不一樣的魚的展示 但最漂亮的那裏都出現在裏 他會跟他說珊瑚礁區 你如果去查查海洋生物博物館的一樣 你一定要去看珊瑚王國館 珊瑚王國館 很多種奇奇怪的形狀 食菜,很多種的魚都在那裏 大洋生的魚都是銀色的 蚵蚵,瀑布,沒有什麼色 在珊瑚礁區很多種色 所以全世界跟兩個地方去沖水 可以看到很多種不一樣的珊瑚 第一就是台灣 台灣的南蘇力度跟我們的群町 第二就是要去澳洲的大寶礁 珊瑚的種類跟澳洲的大寶礁很便宜 其他有珊瑚的地方跟素量都比較少 精力都比較少 在這裡 珊瑚礁是世界上的一種很特殊的生態系統 我們土地上 我們來說 熱帶雨林 是我們地球的魚 因為熱帶雨林 有很多很多很多 它會把我們空氣當中的蚵蚵蚵蚵 吸掉 海洋是另外一個 熱帶雨林在哪裡 海洋的熱帶雨林就是珊瑚礁 所以珊瑚礁的地方 和熱帶雨林的重要性質 是一模一模的 這裡裡面 生物很多種 有很多種 還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是一個生物 我是2000空慶年 在烈帶 去主持一個界階 原理說 奇怪烈帶的珊瑚 怎麼會 三分之一 都變黑黑 都大黑黑 大黑看起來 像黑色的塑膠 蓋住了 一個黑色的墨 蓋住了 這是什麼原因 結果發現 那種墨 黑黑的那種東西 是一種海綿 我們去研究的時候 全世界 跟兩批 研究報告 說那是海綿 所以你不知道 是在海 就是那種死去 還是卡什麼 拉什麼 不是 那是一種生物 所以在珊瑚礁裡面 很多種生物 如果沒有去研究了解 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一種生物 這個珊瑚礁的重要性 我們剛才說 它是一個海綿 熱帶的園 只有以外 它有很大的產值 因為很漂亮 所以有觀光的價值 澳洲就用這個賺很多錢 因為它那裡很好 在那裡大 你看 這就是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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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 生魚 人家生魚 像生魚在裡面 大隻魚 要通在生魚 通不到 所以它這裡有很多種生物 在這裡 大 因為它的小隻魚 都很高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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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研究就是你研究這些東西 這對台灣跟全世界一樣 是非常重要的生態系統 我剛才來介紹說是怎麼那麼重要 因為我們人家自己用 開始有很多事情發生 目前我們歸納出來就是有四個危機 這個四個危機 不是我們台灣的問題而已 也是全世界的共同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魚子抓太多 我們生物要住的地方去破壞去 因為人在這裡 要生活 不管是人放出來的污染 或是工業放出來的污染 都 兩方面都一直污染我們的生態的環境 這些變化 其實 最麻煩的是 氣候的變遷 我們看起來說氣候的變遷 是怎麼跟海有關的 接著魚子抓太多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吃魚子比英雄 吃越來越燥 越燥 結果是怎樣 因為現在很厲害 古早時代 做 魚鑽來鑽上 那個工夫的 那個會看天色 看水色 他會知道當時 哪裡有什麼魚 去的時候 我們房子放下去要放多少錢 魚在哪裡 要靠經驗 現在不用了 現在你要看魚探機就好 他用魚器打下去 魚在哪裡 多少 這個房子放下去有 那個成分的價值嗎 你放下去抓三隻 沒有價值 打下去太多魚 沒有要抓 這個魚多大 這個房子放下去 你包煮下去的成分 因為還要做那個拖 這成分的盒 都算得出來 所以 他不會亂 不會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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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沒有魚 而且現在 工夫越來越厲害 把魚 魚全部哭一人 又是大型為王 哭一人之後 會比較縮過來 總之叫我 魚哭哭哭 魚要怎麼捏 雜斑就讓我們捏了 我們來看 1955年到2010年 我們捏到魚的比較 你看 這英雄 1955年的時候 捏到魚好像半人館 你現在去海邊 你看魚 魚都差不多 這個人的底下 都差不多這麼小 小 英雄 還要去釣魚 釣魚 釣魚兩人館 現在釣魚一人館 就很少 還有 英雄 英雄魚前捏到魚 有種類這麼多 你看 有大隻有小隻 有各種魚 現在變成這樣 所以 一個結論就是 英雄魚 這麼大隻 現在越捏越小隻 我時間這麼久 還有 還有 還有5分 還有5分 這樣 這樣就比較快 所以 給你分享一個概念 說 我們來對這個魚的生物 這才45年 45年 45年 50 好 我們來動作野生動物 這樣 不要動作食物 好 這樣 春5分 我講比較快 我們來 魚要捏下去 這樣 後來 2048年 科學家已經算出來 你會不會魚吃 這樣 漆地的破壞 這是 呃 那些 環境影響評估 什麼都動起來 就繼續休息 本來被動的 要再拆掉 但是這個 已經輸了 沒關係 然後 我們接種之後 我把那個 環境影響評估 那些人 我都把他記起來 寫在我的婆子 到一個個個個來玩笑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了解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 叫做藻礁 這個 礁 我們剛才看的 岩石是死的 岩石是瓦的 這面上 的殼 都是藻礼 藻礼 會把碳酸鈣沈澱 所以 它變成酒頭 一般 全部死掉之後 變成酒頭 變成酒頭 它不是死掉之後 變酒頭 所以這是一種 我的酒頭 但是 他 還知道一點 沒關係 沒關係 我還叫他11點 好 這個 這樣又放慢 沒關係 放快放慢 都很習慣 這藻礁 在全世界 沒有幾個地方 有這種 藻礼 的貴品 都是一樣 一樣的 它死掉之後 會死掉之後 變酒頭 一直跳 來保護我們的海盒 還有這個 團員 管政府說 颱風來這裡 海盒 只要把你放酒籃 酒籃拿下去 因為你拿下去 沒打到裡面會死 它要關火作用 所以 這 就蓋下去 還要把 挖起來 不可能 要把貴品 還要挖起來 不可能 所以這都是 因為我們人 沒有了解 這些東西的重要性 而且 他也感到 這個地方 和他沒有什麼關係 他只要這個人 不要出事就好了 這個人不要出事 最快就是 我們蓋上 讓包廢人看 你做事 而且蓋上 我們還有 行李可以做 如果一個國家 這樣管理的時候 要做這個人 這個人四年做完 讓我們感到 你做事 你做什麼 你做完 對未來的 貢獻是什麼 所以我們台灣 因為選舉 大家都想 後來要再選得住 所以都做一些看的 對 讓人有錢 賺錢 看的 都是看這四年 四年之後 要再選 再選得住 台灣要做很多事情 讓很多人賺很多錢 台灣如果未來要這樣建設下去 台灣會偷偷偷 這是工業區 在海邊 有很多 做工業區的 好處的地方 但是 對我們的環境也破壞很多 這是 河電 河山廠 河山廠在這裡 這南灣進場是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現在 落大雨後 經常變成這樣 因為進場落大雨後 有時候會比較老 但是 一兩天就好了 我那時候 還沒出國 去留學之前 在台灣 我那時候就常常在河電廠做研究 落雨後 落雨後 差不多 一禮拜 也要清 這也不是 現在經常落雨後 整個月水都流 為什麼呢 這就是因為 我們在這裡開睡 去很多民宿 去很多飯店 就要賺錢 就說 我們怎麼會有觀光 所以 這麼小的地方 每一天 來的人 很多 尤其是 過年過節 每次睡覺 要開車 台灣人很奇怪 去那裡 很好明 一定要去那裡 打一下 感覺你有 抖誤嗎 感覺你有 放誤嗎 台灣人 後來的習慣 我們台灣未來 還有什麼人 新鮮 來地利 也沒救 好 所以 因為這些 蘇球 跟我們的海法 完全改變 我們 但在海底 很多本色 我們想說 海 很大很大 全世界 70%的民宿 都是海 那麼大的體質 那麼大的民宿 你把它當年都沒看 好 沒看 沒看嗎 現在有看了 但它還有現在 我們百百球 在太平洋 有兩個 垃圾 窩流 怎麼會變成垃圾 窩流 你知道嗎 我們全地球 面天都是水 你把一塊球 面天有水 你把它翻看 它水會對你球 回頭 水在你頭上 它撞到土地 它就要洗翻頭 所以洋流是這樣 洋流就是因為 地球上 把水大上 撞到土地 開始洗 所以百百球 兩個地方 這十公圈的氫 都是本首 這位置看得到 這個本首 到現在照你的百度地 你說不會 我看到本首 我怎麼會吃下去 不會 但因為海底的本首 你絕對吃得到 你聽你吃得到 可能你不知道 經年311地震 福島那個核電廠 想說 慘了 把核廢料 倒在海水 反正海水很多 稀釋得到 我們暫時沒有感覺 但是幾年後 在海水 流入核廢料 放射性核種 他的衛生物 衛生物的累積 累積累積 累積到 我們吃得到的 雞魚和鱈魚 這已經不是 你相信的事情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學 之後 還有很多國家 試射核子武器 在那四報 四報都在台四報 找人最秀的地方 我們一般的人 都住在半球 南半球 像澳洲紐西蘭 炸一炸 都去那補 想說 在我們人上 結果補完 放射性核種 流入海底 開始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老師 做研究 去分析 大隻魚 雞魚和鱈魚 裡面 放射性核種 怎麼來 放射性核種 和你用的館主動的性質 你用什麼 元素去做的 那些都指紋一樣 像棒的 像引爆的 都知道是哪裡來的 所以才知道 喔 原來 是之前 在那裏做核子 蛋釋爆 過一段時間 那時候 到時候我們的魚 我們吃得到的 所以你現在吃魚 可能還要安心 去吃三四秒 安心 但是又五年後 大家就要注意 去 日本料理店 就要戴那個 那支 輻射針測器 先去試試看 三四秒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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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魚有的 魚裡面有放射性核種 它會咪咪咪咪咪咪 它會說 超過你的劑量 你就不要吃了 差不多五年以後 大家去吃三四秒就要洗魚了 還有另外一種東西 要洗魚就是 魚酥 魚酥 魚酥很多都是雞魚 大隻魚做的 那種 魚肉裡面有70%的水 它還要吸收 濃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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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核種 吃得很薄 薄了 就要吸收 所以 五年後 大家都要注意 你要吃 海 鯊出的魚 尤其是大隻魚 不一樣 你真的要注意 要拿那個 輻射 偵測器去看看 全世界都一樣 不是跟我們台灣 還有 海油 污染 會造成 我們很多 生物都沒有去 像 那時候 湘兵工業區 要做 國光石化 我們一堆人去看 他好像這個 會撞下去 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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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撞下去 撞下去 他如果要撞下去 我看他也撞到 偷偷偷 所以 這就是 我們生半壁 已經有很多 工業的污染 紅線的地方 你如果坐 花園機 現在很多人坐花園機 以前 高鐵 常常要坐花園機 八九兩線 有沒有 我們飛去 台灣海峽 飛海邊 飛氣流比較穩定 那飛之後看 我又看 都不會看到 有很多 氣候的變遷 這是 一把會 我們剛才說 那大家開始 發生問題 我們來處理 就做處理 現在氣候的變遷 是這把會 科學家說 我們這把會已經倒起來 我們有辦法 把它弄掉 不知道 這個 原頭的 溫室效應 我最初要跟大家說 溫室效應 大家都知道 怎麼樣 溫室效應 就是要蓋體 讓地球運動升高 這就是正規說 我們因為 開始用醬油之後 運動升高 這升高 不是說 全世界上的 紅的地方 你看全世界 另外的運動 紅的就是現在的運動 哪些就是 你如果沒有用醬油 運動 全世界運動都拿高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比較重要 為什麼 海應有比較重要 溫度壓關 有三個地方 溫度的壓關 一顆地球在那裡 讓你拍在頭 拍一拍 在頭出來 我們溫度的壓關 對嗎 我們的氣溫的壓關 土地去給它 變燙的壓關 海也去給加溫的壓關 但是在頭 流汗之後 我們不是變得 比較涼 但是 海水比較激素 因為海水比熱比較高 比熱 比熱就是說 你要把它升高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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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的力量 熱量 要比較多 所以你如果要降一度 一樣 也要拿很多熱量 拿走 你到時候就降一度 海水 因為我們溫室效應 我們土地和空氣 其實溫度不 改變很多 最主要是海 是什麼 海70%的面積 那麼大的水鐵 你把它打在頭 打一天 溫度壓起來 你說在頭 那溫度 降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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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繼續打 所以海水的溫度 一直走 這是 海水的溫度 真的 影響我們地球的氣候 讓我們說 溫室 我們的 溫度越來越高 最主要是海水的溫度越來越高 其實 土地和空氣的溫度 其實沒有變化 也沒有 這就是 科學家 寫了 說 你都不覺得溫度相關 我拿一個正記給你看 這是說 拿來衣服給你看 你就知道 那是我們做媽 很古早的時候 做媽做媽的來衣服 穿很大 現在穿很小 不是為了好看 沒有人穿來衣服 出來給你看 對吧 沒有人穿來衣服 怎麼做給你看 為什麼越清越小 不是為了好看 為什麼 越來越熱 這就是 兩個科學家 進到外面 有一個科學家 提出說 來 這證明說 溫度真的越來越高 我自己喜歡 這就是 對你看看 眼睛吃冰淇淋 但是對我們的生命來說 是很危險 所以 溫度的影響 不是對 溫室效應 不是溫度影響問題 二氧化碳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二氧化碳 它會把海水變生 海水變生 我們剛才說 藻礁 它要把碳酸鈣沉澱 變成酒桃 魚要碳酸鈣 變成骨頭 珊瑚要碳酸鈣 變成骨頭 這些都沒辦法變骨頭 海水越來越生 海底的生物 就會開始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這個生物的效果 所以 這就是考察到 預測的結果 我們現在是這樣 你看 有很漂亮的魚 有很漂亮的珊瑚礁 你如果沒有做什麼處理 來 2550年 我們這都不要處理 照我們這 吞下去 2550年 就變成這樣 變成 珊瑚礁都沒有去 變成藻類 我就先進 還有 2500100年 變成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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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看了到覺得 我們沒有控制不行 這個珊瑚礁 小時候 我們剛才說 珊瑚礁 不讓你看得漂亮 尤其是讓很多人 在這裡 賺這個探賬 因為珊瑚礁 可以調整 我們的氣候 所以這些人都站上去 來 連續 骨牌效應就產生 最好 我們人類文明 就有可能 直接結束 所以 這個危機所 產生的結果 就是 生物越來越糾正 我們剛才說 一種生物的消息 代表 環境改變 它住不住 它沒辦法生存 這個生物的消息 我們現在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 越來越糾正 要緊嗎 非常要緊 代表 這個環境 越來越 改變越大 有辦法住在這種環境的生物 越來越糾正 你要把它改倒回去 越來越困難 所以 生物多樣性 這是目前非常重要的研究 再來就是 它沒辦法 讓我們做一些 虛擬肉 觀光 天然的災害 會越來越多 我們健康會受到危險 不知道要有時間 有時間嗎 夠了 好 夠了這樣就說到這裡 多多好 不然給我機會繼續說 好,謝謝 真正聰明 王教授王集定 雖然一點點過的時間 應當時 讓我們起床 相當座的主線 我們再讓他這邊 發聲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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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